我記得我前幾個月在神魔小妹那邊看到一篇文 那篇投稿的人是說 為什麼許願自己想要的合作不對會被罵 明明大家可以因為這樣子而回鍋 阿神魔也可以因為這樣拿到收益 我不懂為什麼老玩家要罵 其實我後來想想也覺得 欸好像也是欸 對啊 為什麼要罵 呵呵呵呵 對啊好像是雙贏局面沒錯嘛 就是 大家可以因為自己喜歡的作品而回鍋 阿官方也賺得到錢 何 何樂而不為呢 阿 我覺得老玩家討厭的應該就是跟風仔吧 對不對 聊天室是這樣子嗎 應該聊天室有蠻多老玩家 你們是不是就是討厭跟風仔 那那種 喜歡的作品回來玩一下下 欸幹啊又玩的不持久 然後東問西問 啊玩了一陣子之後 欸幹合作結束了我又不玩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們才會罵那些 想要自己喜歡的作品合作 你們因為這樣才會想去罵他 你們就是看不爽 這些跟風仔對不對 大概想得到啦 你們會覺得說 欸我都支持神魔朵啊 這麼久了 他來什麼我就接受什麼 阿你幹你他媽就只那種 專挑喜歡的菜吃 那種自己喜歡的才會回來玩 然後回來玩問題又一大堆 所以你們才會很排斥新手或回鍋玩家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喔好像找到一個 真理 其實我不排斥啦 因為怎麼講 新手或回鍋玩家 每個時期一定都會有啊 我不是跟你說我不排斥解釋 1加1為什麼等於2嗎 其實光是看這點應該就知道 我是不排斥啦 可是可能 對於老玩家來說感受會不是很好啊 大概可以理解 對於那兒